大家好 我是美玲 歡迎您來到世界能見度 日前中國內外出現的一系列事情 都讓外界意識到中共政權的結束不再遙遙無期 中共極權治下百姓的怒火正在猛烈噴發 更有很多人在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冒險走線 逃離中共的統治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的是 習近平沿襲的中國模式必將讓中共垮臺 美國之音發布的一段中國大劫走線美國 囚徒結合的視頻被大陸網友給VOA打上馬賽克後上傳至微博 退而不休的胡錫進就此為題 在其微博中發文猛嗆 文章隨後被騰訊及網易刊載 網易刊載的胡錫進文章目前已經404 在習近平高調接管中國經濟 國務院沦為了實際傀儡之時 中國人不為寒心如虎 萬里奔波 披荊斬棘也要離開中國 顯示了民眾再也不能忍受煎熬 而中國前景暗淡 毫無出路 王朝覆滅的徵兆也越來越明顯 看看中國的實際情況就知道了 胡錫進發布的那篇文章 讀起來感覺整個都是底氣不足 還不如中學生作文 胡錫進在文中假惺惺的偽善 以及宛若卑天敏人的描寫 都讓人不忍足毒 給某一事件上綱上線 另來是中國文宣忍屬黨文化的文批們的 不二法寶 胡錫進關於這位大姐已經代表不了 今天海外華人的形象的定論本身 就毫無邏輯 但是胡錫進的這種說法 卻暴露出了中國人逃國走線的熱浪 還不是方興為愛的問題 而是愈演愈烈 胡錫進向美國之音說 熱衷報導這些移民中的中國人 極力朝政治方向隱身 目的很不單純 這種說法如此幼稚 而中國人則會在胡錫進的山巅中留個心眼 也就是說老胡的這番言論 反倒是擴散了中國人走線的熱情 認出中國也成為了必然趨勢 並啟發了更多的中國人 以不同的方式逃離中國 有意思的是 胡錫進在文章中正化反應的情況 似乎更難麻痹中國人了 譬如胡錫進謊稱中國經過大規模扶貧 以及城市對農民工待遇的不斷改善 中國向發達國家實施偷渡的高潮 肯定已經過去了 但卻規避中共在三年疫情中的封城 精靈導致的中國目前經濟大蕭條的現狀 說真的 胡也真的是老糊塗了 文章居然假設這位大姐留在中國 一定會贏得一個更好的人生 如果這種可能有萬分之一的話 我想她都不會冒著蚊蟲叮咬 施竹酸死等千難萬險逃離中國 跋山涉水 寢視難安 歷經一個月的非人生活 試想 只有完全喪失信心 對中共政府絕望之後的人才能做得出來嗎? 胡錫進罔顧事實 根本就不知道這些走線的人中 大多數人真實的背景 我們先不說那些混在走線隊伍中的另類 在中國如果沒有經歷過慘痛的現實 遭受過非人的迫害 歷練過為夢打拼而痛失所有的過程 是沒有勇氣踏上一條充滿危險 而經濟的走線之路的 而這一經歷完全是不能用想像來理解的 從厄瓜多爾到哥倫比亞 巴拿馬以及其他中美洲國家 都是風餐露宿 蜿蜒的山路 懸崖峭壁 與湍急的河流隨時可以讓人丟命 胡錫提到這些走線者要趕在美國 第42條法案廢除之前進入美國 而實際上美國非法移民限制令 第42條邊境條款已經於5月11日到期 此後仍舊按照已有的幾十年歷史的 第8條法案處理移民案件 其條款更加嚴苛 包括沒有申請庇護而越過邊境的移民 將被驅逐出境等等 但走線不會結束 傅旦說一句 近日有關胡錫進2015年曾被人民日報社 即警告處分的一份文件在網路熱傳 這一紅頭文件想必胡錫進本人也有看到過 但老胡並沒有做澄清與解釋 胡也曾經違反過習八條 造成影響十分惡劣 這或許是網易刪除胡的這篇文章的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其他的移民方式也將蓬蓬勃勃 包括通過自由行的個人簽證到發達國家黑下來 非網少得可憐的免簽國家伺機前往其他國家 參加旅遊團在旅途中溜走 到泰國等國家辦理養老簽證 此後藉此辦理發達國家簽證 或者在泰國以購房的方式離開中國 反正是只要想得到逃離中國的諸多方法 中國人都會去嘗試 當然也不是說目前逃離中國已成為中國民眾的主流動向 但至少還是有很多中國人在等待情況下有所改變 能夠在基本生活有保障的情況下苟活 而這些人如果看到了現狀真實的一面 恐怕還是會一聲嘆息 過去的三年疫情加上中共野蠻精靈 重創了中國的經濟 在中國經濟面臨崩潰的處境中 習近平以受放自如的獨裁方式 在全球對疫情半開放的狀態下全面放開國門 也是以死亡為代價的 隨之而來卻謊稱中國經濟穩中求進 一切聽從習近平振興經濟的指示 但實際的經濟數據卻沒有給黨媒添財 中共財政部前不久公布今年一季度的財政收支情況 最具看點的是水收收入51707億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了4% 而這顯然不是經濟復甦的跡象 但非水收入10634億元 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0.9% 卻有著中共暴政 橫征爆臉的前台詞 反映到現實中就是你買彩票的錢 你被交警罰款的錢 你莫名其妙被公開搶奪的錢 非水收入寒闊了12項 其中的許多項都與你有關 我們再來看一下 1-2月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跌29% 3月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1958億元 同比下降了27.4% 中共的財政收入當中 地方政府債券支付利息2430億元 累計同比增長15.9% 也就是說地方政府嚴重負債 進入了借薪錢還救錢的惡性循環模式 這些不造的數據當中 消費稅下降了14.4% 企業所得稅增長了9.3% 個人所得稅下降了4.4% 也是非常有看透 企業所得稅的增長有點不靠譜 讓人懷疑逆勢增長的背後因素 企業降薪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恐怕也是企業在生意不景氣的情況下 保稅的舉措吧 而消費稅下降則表示人們沒錢消費降級 開個玩笑說拿錢走線去了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才會這樣 汽油 煙酒 小轎車 高檔手錶 珠寶等 都是消費稅的主打 而個人所得稅下降與個體商販倒閉 慘淡經營不無關係 以上的數據投射出一個殘酷的現實 那就是中國的經濟復蘇遙遙無期 就相當反諷意味的是 大陸媒體日前有一個標題醒目的文章 《潤了下一代不做中國人》 這其實是中國人的寫照 《潤了下一代不做中國人》 是個迴避不了的話題 我們在前面關於最後一代的解說中 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實際上中共邪惡體制的不可逆轉性 早已被人們看清 習近平上台的第二年 2013年 北大教授王建國 就以貪腐是中國經濟模式的動力為題 剖析了中央集權控制下的市場管制經濟 勢必走不通的原因 按照他的說法 我們可以擴展這位教授不敢言的部分來看 首先從政權內核來看 中共宣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是由非法政權建立的 都離不開價值承諾 價值承諾建立在獨裁的基礎上 而獨裁者可以因為自己的喜好等原因 終止承諾或修改承諾 第二是中共制度定位中的人權產權問題 在人權不平等的情況下 產權得不到保護 民營企業的資產可以在一夜之間被徵收 而理由可能是危害國家安全 顛覆國家政權等中共羅制出來的其他罪名 第三是中共權力的合法性並非來自下層 而中共的獨裁者習慣以獨裁的方式一言九鼎 卻只能被質疑而不能被說 第四就是中共的權力得不到制衡而引發的災難性後果 由於沒有制衡機制 在民眾的人權產權都不受保護的前提之下 你也可能隨時失去一切 你被徵收被強拆都基於上述的原因 另一個問題就是財富分配的戰略問題 按照王建國教授的分析 每個中國人為中共的GDP付出艱辛 微小貢獻都在積水成淵 最後這些GDP去哪了呢? 王教授說 國家的投資佔了GDP的24% 還有國家與社會資本沒有算在裡面 也就是大約有60%的GDP被政府和國家劃掉了 留下的只有40%給所有的民營企業和老百姓 這就導致了我們的內需是疲弱的 也就是說你被剝削了 但你不知道 關鍵是GDP真實的流向是被中共權貴貪官 奸商們又攫取了 原因就在於中央集權的權控經濟 導致了所有的生產要素 所有的商品和資源進入市場之前 必須要受到極權的批准 這是造成中國貧富懸殊的原因 在中共官員巡租的廣場裡 你付出99%的汗水 還不如人家蓋個工章得到的多 所以呢 潤了 下一代不做中國人 至少是目前中國人的出路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我們下期再見